Yo 英文一開關 英文真簡單的大家好 我是Michael 這些現在最夯的英文品牌 你會唸幾個呢 想當初啊 我能從一千能夠暴漲到一萬訂閱 就是教大家到底是Costco還是Costco IKEA還是IKEA 那今天呢 Back to where we started 莫忘初衷 那今天呢 回到我們的品牌唸法啦 根據市調公司Statista調查 在2022年 全世界大概有3500億美金 是花在奢侈品上面的 那今天呢 我整理了8個 我覺得現在實現啦 應該算是挺夯的 有文青的愛牌 也有家酒的愛牌 都有好不好 都有 來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呢 比較公認啦 就是在國際上比較公認的念法 當然有的字 它本身就不是英文字 所以它可能原本是法文 或是原本是某一個國家語言的念法 但是基本上啦 因為大部分的人 還是就是講英文為主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的呢 就是英文上面的念法 就算呢 跟我一樣買不起沒關係 至少呢 要會念 要會裝逼嘛 那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第一個類別讓我們來看到加酒的愛牌 現在呢 說實在的 大家都很注重行頭 很注重打扮 包含我們的特色的裙品 加酒當然會喜歡很花的牌子 但是他們也有喜歡相對一個我覺得蠻低調的牌子 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變成所謂的加酒牌 但是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念這兩個牌子 首先是第一個 叫做凡賽斯 那如果你從字面上面 大概會變成Versace 對不對 它有這種念法 但是不是喔 它比較公認的念法呢 叫做Versace Versace 像是我們知名的歌手Bruno Mars 就有唱過這首歌 Versace 雖然說它的設計通常比較花 但是我是覺得蠻好看的 有一些很多金色的元素點綴啊 非常非常適合 當你要參加一個party的時候 要抓住全場的眼球 穿Versace 就沒有錯了 那第二個牌子呢 這個牌子其實一開始的起家是做所謂的羽絨衣 羽絨衣叫做Down Jacket 往下那個Down Jacket 它的羽絨衣可以說是什麼 羽絨衣界的王者 大家都覺得它羽絨衣超猛 超保暖的 OK 那這個牌子呢 很多我看到就是一些有在賣那個精品直播的 來包蕊啦 有沒有大刀一點 大步一點啊 他們都念Monkou 今天來對比一下這個Monkou羽絨服 所以不是Monkou喔 不是Monkou別人喔 給我起床奪命連環cou 不是 它就是一般英文字面上的念法 Monklaire就好了 Welcome to Monklaire The Brand of Extraordinary 再來要介紹的是兩個 我覺得應該算是文青的愛牌吧 這兩個牌子你會念嗎 首先第一個它前陣子有推出 跟宮崎駿的聯名嗎 我自己是不太吃卡通 跟精品聯名這一套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台灣的配貨非常非常少 而且很多東西都要搶 我自己原本是想要買蠟燭 後來太貴就不買了 但是聽說蠟燭 就算你想要 你本來就搶不到了 好 那這個牌子到底怎麼念呢 它的正確念法叫做Lueve Lueve 在歐洲蠻多人會把W發成類似V的音的 Lueve 再來下一個呢 他們近年的那個Cassette卡帶包 非常非常流行 只要看到那個大格子 基本上就他們家的 尤其他們更是帶起綠色掀起一股浪潮 很多人頭上綠綠的 不是啦 包包綠綠的 都要歸功於他們 它的全名如果你真的想要念的話 叫做Bottega Veneta 或是Vaneta 看你的綜藝要放在哪邊 基本上大家都是同的 其實更多人會直接念Bottega 就有點像是賓士車 大家都直接念Mercedes In this video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Bottega Vene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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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兩個牌子 算是我覺得潮流愛好者很喜歡的嘛 第一個就是淡水世家 不是啦 是巴黎世家 巴黎世家 它的英文名字要怎麼念呢 叫做Balenciaga 有的人會把它剪寫叫做Balenci 像很多饒舌歌手 就會直接唱Balenci She said she loved me in my Balenci 我穿Balenci就特別愛我 就特別帥 Filling Fussy Walking in my Balenciases Tryna bring out the fabulous Balenciaga Edit your name Balenciaga 好那再來呢 是什麼 它的包包超級無敵可愛 如果要說到小包包廢包包的話 它絕對不會缺席 它的名字叫做Jackimus And my choice here is the Jackimus Le Chiquito Jackimus Jackimus 最後是什麼 是香氛品牌 這兩個香氛品牌 可以算是 我覺得路上的能見度蠻高的啦 雖然說它已經偏冷門 已經不像什麼Chanel Dior那種 那麼常見 但相對來說 它也有點在上升的趨勢 越來越多人喜歡噴他們家 買他們家的 那這個呢叫做Biredo Biredo So we have Bangoram At Bire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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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個呢 則是什麼呢 則是大家最愛叫做La Label 它很特別 它都是以那個數字去編套 我自己呢 是特別喜歡六九 沒有六九啦 我自己是特別喜歡二九跟四六 好不好 不是加在一起 不是變六九好嗎 那這就是為了Rerables Rer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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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呢 就是今天品牌的所有念法 那來幫大家複習一下吧 Montclair Versace Loeve Bottega Balenciaga Giacobis Biredo La Label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分享 然後留言一下 你有什麼品牌 想要再聽一下怎麼念的 也歡迎大家去Follow我的各大Social 你只要去TikTok Podcast 還有Instagram 搜尋英文一開關 就可以找到囉 裡面都有非常好玩 且實用的英文教學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週四晚上的十點 都會有新影片 直接破個音 英文一開關 英文真簡單 我們下週見啦 See ya 這裡 這裡 插歌好 不要放我唱的 謝謝 Versace 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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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